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节课的最后呢,Leoni老师留了一个作业给大家 就是做bancé和mangé这两个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大家有没有好好完成呢? 我们今天课前先用一点时间来讲评一下 那根据我们上一节课学到的第一组动词的变位规律 bancé它的八个人称 直称是现在时的变位应该是 je pense,du pense,il pense,elle pense nous pensons,vous pensez,il pense,elle pense 没有问题吧 那么mangé呢 mangé可能会比bancé更加难一些 因为里面有一个guyu这样的字母组合 那我们学过音标呢 都知道guyu发的是que的音 所以其实呢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我们还是按照规律走就好 mangé,je manque,tu manque,il manque,elle manque nous manquons,vous manqué,il manque,elle manque 没有问题吧 好,那么同学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留的是这两个词呢 第一组动词一抓一大把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呢 其实是有阴谋的 那bancé这个词不知道同学在做过变位以后 有没有觉得他比较的眼熟 对了 在之前的一节课里面 老师曾经教过大家一句用来表达思念情绪的话 叫做我想你 非常浪漫的我想你 这句话用法语是怎么说的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我想你 je pense à toi je pense à toi 所以这里面就有pancé这个词了 je pense à toi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记一下想念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在法语里面就可以用pancé à来表示 pancé à pancé à quelqu'un 想念某人 je pense à toi 我想你 那a是介词 所以后面的这个人称呢 要用中读的形式 je pense à toi 那如果是我想他呢 je pense à lui 那pancé可以用来表示想念 pancé à 那mangé这个词呢 我们上次说到 他表示的意思是缺少 对吧 其实这一个词也可以用来表达想念 而且还非常的常用 不过呢 在用法上面就和pancé不太一样 或者说太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用mangé这个词来表达我想你 会怎么说呢 du me manque du me manque 发现了没有 他是用 对来做主语的 也就是用被想的那一个人来做主语的 因此如果是我想他 就会是 il me manque il me manque 那注意一下啊 虽然都是mangé这个动词 都是想念的意思 但是对做主语和 il me 做主语 后面的这个动词mangé 变味形式是不一样的 du me manque il me manque 那为什么明明是我想你 我想他 但是主语却是你和他呢 这就和mangé这个动词的用法有关了 那mangé这个词啊 在这里的用法呢 是 quelque chose monkey a quelqu'un 某人缺少某样东西 那这个时候东西是做主语的 quelque chose monkey a quelqu'un 那我们回到这一句话里面 它其实就是用你和他来做这样东西 我缺少你 你让我觉得缺少了 那是不是就是我想你了 嗯 大家不要看这个词用法了 好像有点非主流啊 其实它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和bancé的频率差不多 甚至还更高一些 因为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je pense à toi 就是非常直白的 很单纯的 我想你 而du me manque呢 感觉就是我缺了你 我没你不行了 没你好像生命里缺了一样什么东西一样 那就说明你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 这种感觉 对不对 du me manque 显得更加的亲密 更加的浪漫一些 嗯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打电话的时候呢 对方说 du me manque 那你是不是也要回一个 我也想你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省略句了 但是要注意 他说 du me manque 我想你 那你应该说 moi aussi 还是 toi aussi呢 想一想 嗯 应该是 toi aussi 因为呢 完整的句子 是不是应该是 du me manque aussi 我也想你 那既然主语是第二人称 那在省略句里面呢 我们同样也是用第二人称单数的中读形式 toi aussi 嗯 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好 所以呢 通过 banser和 manker 这两个动词 我们今天又来巩固了一下 这几句肉麻的话怎么说啊 在一起来读一下 我想你 我想你 je pense à toi 或者 du me manque 嗯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在想这个me是什么东西啊 du me manque de me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之前讲到的je t'aime 我爱你 对啦 这个me呢 其实也是宾语代词提前的一个形式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次 du me manque 其实就是 du manque a moi 这个a moi 提前到前面 这是法语当中规定的 它一定要提前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理解一下 du me manque de me 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用太纠结它的用法了 毕竟还没有学到嘛 我们先把当前的语发点掌握好 那补充的这些句子呢 我们重点记这两个就可以了 je pense à toi du me manque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上一节课讲到的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来做一点补充了 那首先 现在呢 我们看到 er结尾的第一组动词 变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上节课也留了作业给大家了 反正都是一个模式 对吧 不过呢 里面还是会有几个比较非主流的 比如说 有一个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的动词 是什么呀 我们每一天都一定会做的 那就是吃饭 睡觉 打痘痘 对吧 吃饭总是排在第一位的 命运十位一天嘛 所以吃这个动词啊 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下 它在法语里呢 也是第一组动词 叫做 manger manger 好 那大家看老师来做一下 manger的变位 注意发现其中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地方 仔细找了 大家来找查了 manger 只称是现在时的变位 je mange 嗯 看出来没有 看出来没有 其实还是为了发音 我们假设不加这个呃的话呢 会变成什么 按照发音的规律 会变成 那是不是就不能够保留 这个词 词干的主要发音了 这样说出去 人家可能都反应不过来 你要说的是 这个词 那问题就有点严重了 所以呢 会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呃 那根据发音规律呢 加上呃以后 他发的就是 nous mange 对不对 那我们以词类推 不仅是manger 所有的其他的 ger和结尾的词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在第一人称 复数的变位形式里面呢 会多加一个呃 来保持这个词干原本的发音 其实在法语里面啊 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都是因为发音的缘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在之前的学习里 也看到不少了 对不对 已经见怪不怪了 以后呢 也会继续出现的 那除了manger 比较特殊 或者说ger结尾的比较特殊 还有一个词 也是会在变位的时候 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这个词就是 comance comance 猜一下它的意思 就是开始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 开始上课之前 老师可能都会说 on commence 那我们开始了 on commence on这个泛质代词 我们之前接触过了 就是既可以指你们 也可以指我们 也可以指他们 很神奇的一个词啊 根据语境 有不同的变化 那on commence呢 就是我们开始吧 所以comance 这个动词的变位 是怎么样的呢 je commence je commence tu commence il commence elle commence nous commence nous commence 好像有点不对了 如果直接加ons 是不是会变成 nous comment com 所以也是这里 出现了一点问题 那他们会怎么解决呢 怎么样保持 nous comment 送这样的发音呢 有的同学说 那我把这个c 换成s好了 确实可以保持它的发音 但是我们还有更加方便的方法 不仅可以保持发音 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词形 那就是 有没有同学想到了呢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c下面 加一个小撇 那它就变成了 戴axon的c 那这个c呢 在法语里面 永远都是发s的音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既完美的保持了发音 又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词形呢 所以comance 这个动词的 第一人称复数的变位形式呢 就是nous commence nous commence 那下面的呢 就没有问题啦 所以我们再总体的来看一下comance的变位 je commence tu commence il commence elle commence nous commençons vous commence il commence elle commence 所以comance 和其他所有c er结尾的第一组动词 在变位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 也是为了保持发音 那我们学到这里呢 会不会发现 我们语音阶段的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有同学如果能想到用这个带小撇的c来代替的 那老师要表扬一下 说明你们的语音知识还是学得非常扎实的 而且可以融会贯通 所以呢 在这里奖励一朵大红花了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嗯 其实呢 除了像manger和comance 这两类 第一组动词 在变位的时候会有一点特殊的地方 还有其他几类啊 在变位上也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不过呢 这些词我们因为暂时还没有学到 所以现在就不着急 全部都交给大家了 我们今天记住这两类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一些学习呢 还是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来 这项法语里面啊 有这样的一句谚语 说的是 Baz à bas on va loin Baz à bas on va loin 这里的ba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否定副词neba里面的ba 它是和否定副词ba词形一样的一个名词 表示的是脚步 所以呢 Baz à bas意思就是一步一步的 Baz à bas on va loin 我们就走得很远了 loin 副词表示远 Baz à bas on va loin 这个谚语在法语里面非常的有名 我们可以记一下的 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是不是就是千里之形始于足下 我们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走呢 就可以走得很远了 Baz à bas on va loin 好 那上面呢 讲到了第一组动词 便为里面补充的两种情况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动词要掌握的 它呢 是一个第三组动词 也就是不规则的动词 但是呢 因为它在我们这一课当中是很重要的 涉及到很多的表达 所以呢 也是要先掌握好它的变位的 那这个动词呢 就是venir venir venir表示的是来 那和它对应的呢 就是Eli 我们已经学过的去 venir Eli 这是一对 在法语里面表示位置移动的动词 venir Eli 所以venir的动词变位呢 它的形式比较的特殊一些 是第三组动词 而且我们以前没有做到过类似的 所以一起来看一看 Venir 还是有一点眼熟的 和我们之前做过的 apprendre 有一点相似之处 特别是复述形式这一块 apprendre是怎么样的 j'apprend tu apprend il apprend el apprend nous apprenons vous apprenez ils apprennent elles apprennent 还是有一点相似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虽然说是第三组动词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 可以帮助我们来记忆的 那我们再巩固一下venir的变位 je viens du viens il viens el viens 注意 je viens和du viens是s结尾的 il viens el viens 是t结尾的 nous venons vous venez il viens el viens 来做这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t